近日 在河南洛阳珠峰工业园外贸出口包装车间 800辆三轮摩托车打包完毕 发往非洲尼日利亚 中心社记者近日走访中国三轮之都河南洛阳演示区看到 多家企业正忙于赶制外贸订单 应对海外市场需求 作为中国三轮摩托车产业链和配套体系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演示区拥有15家摩托车整车生产企业 200余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在演示区 组装一辆三轮摩托车只需要15分钟 其摩托车零部件还辐射供应河北 山东 江苏 重庆 广东等地 我们这儿的配套企业有大概有300家 包括摩托车的各个零部件的制造都有配套企业 一个产业链就在我们演示 这是我们演示的优势 我们这里是一地采购 供应全国 甚至说我们现在说的供应全球 10分钟到30分钟就能这个产业圈 就能组装一台三轮摩托车 这是我们这里发展了几十年 所积奠下来的产业链优势 我们能组装一辆像正常的三轮车 从那个配套产业链配件过来 到我们这个装配下限不会超过20分钟 一般是15分钟左右就一辆三轮车下限 演示区三轮摩托车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 以油动正三轮摩托车为主 逐步转型为油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全封闭棚车等多车型 实惠耐用的三轮摩托车可载人 可拉货 除在中国城乡地区有广阔市场 近年也走翘海外 演示区三轮摩托车已经出口至东南亚 中亚 非洲 拉丁美洲等地区 演示的三轮摩托车产业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生产出第一辆三轮摩托车 2023年 征车三辆 近40万辆 外贸出口5.8万辆 不理我们演示的政策企业 包括配套企业走出去 跟随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步伐 向着中亚 西亚 包括一些非洲国家 还有一些东南亚能够走出去 不理大家通过这种战销会 这个外贸派会 王教会等等吧 组团去参加 包括我们近期 打算去带着我们摩托车企业到国外去 开拓国外市场 准备在国外建立一些海外工厂 为这出口做好这基础 洛阳北义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 是燃油和电动正三轮摩托车 出口最早的厂家 产品外销非洲 中亚 东南亚 以及拉美洲等多个国家 2023年 出口额近700万美元 2024年上半年出口近万台 有以中亚地区增长迅速 现在主要面对的还是东南亚 非洲 中亚 包括拉美 南美这些地区 欧美这一块的话 目前是正在做欧美的推广 我们上半年的话 出口额度大约在300万美金 和去年基本上持平或是略有增长 中亚对我国的市场是更加开放 所以说这一块的客户需求 是在中年上升 因为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中亚这一块可以通过我们的路用 或者是中欧班列来进行 所以相对来说 受海用的影响会更少 作为国家级摩托车 及零部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之一 演示区也在不断推进相关产品和产业迭代 如研发高排量载货三轮车 越野偏三轮车 旅行棚车 以及环卫物流 消杀应急等专用特种车型 走产品差异化道路 根据客户需要 三轮车加装音响 手机支架 USB接口 定制不同语种的提示音 建成标配 演示区已定制印发三轮摩托车 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支持企业建设海外生产线 实现中转舱和直营店的海外布局 未来将整合多方资源 推动品牌出海和企业可持续发展